Hello,大家好,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有兩宗關於新聞行業 關於記者的新聞跟大家說一下 兩宗新聞貌似是獨立 但感覺上冥冥之中 他們都好像是有關聯和關係 第一宗新聞會跟大家說一下 7月1日習主席訪問,很大機會 香港警方亦就著相關能夠進入採訪的傳媒 進行一些限制和禁止 有多間報館的記者被禁止去採訪回歸慶典 大家都會覺得有些記者黃 警方審查了他的背景後 覺得他黃黃的不讓他去很正常 但其在連大公報都有記者被拒絕 甚至乎是連政府本身 他們新聞署的人員都被拒絕 整件事就變得很羅生門 究竟因為什麼事呢? 為什麼政府內部新聞署的人又被拒絕? 連大公報這些根證苗紅的組織 他們的人員都會被拒絕?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 有什麼擔心? 待會就跟大家揭露這宗新聞 另外第二宗新聞 同樣對於記者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事源鄧炳強局長指 即當局保安局 正在研究假新聞的定義 另外也建議新聞界 應該要盡快成立具有公信力的團體 很明顯的是 記協不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團體 以及希望這個社會 盡快可以出現一些可以取締記協的組織 換句話說 記協這個組織 其實距離玩完的時間 相信都不遠 這些之前都跟大家分析過 待會就跟大家說一下 鄧局長說的研究假新聞 究竟他們研究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以及之後對於整個行業會有什麼影響呢? 再慢慢跟大家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預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習主席很大機會7月1日出現在回歸慶典當中 相關的保安規格也是史無前例地高 審查記者也是前所未有那麼嚴格 據了解 超過10間本地和外國獲邀的採訪慶典的傳媒 記者在報名之後 因為未能通過警方的資格審查 記者就不能出席採訪 被拒的包括中聯辦控的大公報記者 以及政府新聞處的人員 據了解 大公報其中一名報名採訪回歸慶典的記者 未能通過審查 要由其他人去替補 至於政府新聞處的人員 都需要去找其他人替補 除了這兩間會令大家比較嘩然的傳媒之外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究竟還有哪些報館 是有記者收到不獲准通知 當中包括明報 南華早報 香港01 有線 Now 至於外媒方面 發生社 路透社 彭博 CNN 紐約時報 都有記者被拒 有知情人士透露 過去每逢有領導人訪廣 都會對入場採訪的人 去做資格審查 五年前 習主席訪廣 亦有不少記者過不到警方的背景審查 最後在內部意見爭取之下 那些記者才能順利入場 但今年的情況顯然不同 為甚麼 因為2017年的時候 相關的黑暴 惡勢力還未聞牙 大家還未見到 原來一個人可以有這麼大的殺傷力 一個人隨時會寫命做孤狼 所以為甚麼在2017年的時候 出現一些小爭議 但最後都可以被一些 原本過不到關的人入場 但現在 自從經歷過19年之後 真是甚麼都信不過 你難保又會在7月1日 又會有一隻 披著記者羊皮的孤狼出現 所以為甚麼就是連大公報 就是連政府內部的人員 都不可以讓他們過去 今次警方的審查標準 似乎是極為嚴格 有很多被他入場的人員當中 是一些曾經多次派到 中國內地採訪的人員 即使這些記者 成功通過港澳辦的背景審查 獲取能夠去內地的合法採訪權 但居然不能通過香港警察的審查 就沒辦法在7月1日採訪當中 去拍攝習主席的樣貌 或者對他進行一些訪問 前律政司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的 前副主任梁愛思認為 他不相信傳媒之間有黑名單 至於林健鋒認為 政府有既定安全標準 領導人出席的典禮 應該屬於最高的規格 有更嚴格的要求都是正常狀況 但不會去評論這件事 首先跟大家澄清一個概念 其實現在警方不讓他進去的記者 就不代表他一定是黃絲港獨 只不過是說香港警察對某一位記者 沒有那麼大信心 因為如果某一個警察 警方真的查到他跟黃絲港獨有關的話 就不是說不讓他在7月1日出現那麼簡單 而是應該直接派人捉了他 以及捉了他的同黨 大家看到香港警察的安全標準 真的拉到很高 高到一視同仁 就算你有《大公報》的牌頭也好 就不會因為你是哪間報館出來的 所以就隨便相信過你了 沒有這些 照樣是每個人都要進行審查 還有連《大公報》的記者都會被香港警察拒絕的話 就令黃絲港獨沒有資格出聲 亦是說沒有空間讓他們進入 因為如果只有《大公報》 或者多一兩間的正常人媒體 例如是政府的新聞處 原來他們的人可以全數通過進去的話 到時黃人肯定會大叫什麼打壓新聞自由 不讓人拍照 又說不讓世人知道真相 現在這種一視同仁的做法 就可以令黃人完全收聲了 當然不讓某一個記者進來的原因 當然不可以公開 因為這件事是牽涉到國家安全 而且不讓他進去的原因 未必跟他的思想或背景有關 會不會就是 警方查到你家人前幾天中過新冠疫情 或者就是說 我知道你有朋友三天前中過新冠 所以覺得你不安全 那就不讓你去呢 有這些原因而令不讓某些記者進去 我也覺得很正常 特別是說現在香港有1800宗確診 真的得罪說句 僅有一個確診者在左近 所以除了記者的資歷審查之外 他們的安全 衛生安全的背景審查 也是必要的 不過這些是我的猜想 因為警方正常來說 是不會公開和大家說什麼原因而拒絕的 特別是裡面牽涉到一些國家安全的定義 所以就更加要做一個好的保密 另外我自己猜測 可能有些記者 他的專業技能未夠高 所以給不到一個安全感 香港警察而把他篩走 為什麼這樣說呢 例如你做記者你要拍照 其實拍照是一門很專業的行業 例如配合光影 如何拍到一個人莊嚴有氣質很正氣 這些全部都是技巧來的 但相反 如果你換一些黃絲黑暴的記者 進去拍照的話 你可以想像到他會怎樣去拍習主席 即是說 他可能拍了習主席一萬張照 在一萬張照裡面 他一定可以找到一些 拍下去比較肉酸 比較古怪的照片 去給他的報館做頭版 或者 就是儲存了在之後 可能兩三年之後的新聞 才拿出來做封面圖 都不頂的 例如大家看井仔這條片 可能二十幾分鐘 如果各位觀眾 每一秒 或者每0.5秒 這樣停著看的話 總會有一幕 是會見到井仔極度醜醜的影像 即是平時醜醜醜 但你刻意去找 就可以找到一些更醜醜的影像 例如說 我當刻刻了眼睛 然後牙又不好看 讓大家看到 當你有了這個影像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改圖 然後貼上網去抹黑我的形象 因為這件事 其實有某一個黃瓣藍的KOL 我自己看Facebook 是看到他們日日把 李梓敬、陳詠欣、肥仔傑 總之是其他特別出名的KOL 會拿他們的樣貼出來 然後特意弄髒別人的眉 在這裡又加粒蜜 然後貼出來又抹黑別人 即是如果你發現 陳詠欣、李梓敬、其他人 他們說的言論不對的話 你去拍片 在道理上去反駁別人 我覺得沒問題 但你故意在別人的影片 去折一張 人家剛好的樣子 沒那麼好看的照片 再在這裡 整花別人的臉 再貼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變相很小學雞的事 當然 你去貼一些藍型的KOL 都是屬於圈子內大家的小打小鬧 但如果有記者 是對習主席嘗試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就是大不敬 以及會影響習主席的形象 特別是說 能夠入場的記者 他們是背負著他們公司的名譽去做拍照的 到時會不會有些潛伏了多年的人 如果有人會嘗試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為了要去阻止的時候 就覺得謹慎一點 即是你給不到絕對的信任 就算你說 他五年前就已經入職了 不是19年之後入職的人都好 都不會讓他們去進行採訪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相當之合理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首先我們普通人 我們不會知道7月1號行程是怎樣 甚至乎現在有很多位隔離當中的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人大代表也好 其實現在他們都不知道 明天習主席會不會坐高鐵下來 以及7月1號究竟行程安排會變成怎樣 究竟會不會有一個環節 就是可以讓記者相對地近距離 去問習主席問題呢 如果有機會去安排這些場合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為什麼需要如此嚴格 因為你當時問些什麼問題 其實就真的阻止不了 往往就是你問完問題 大家才知道 哦 原來你是一個立心不良的人 但到時就已經離得太遲了 因為你不知道到時會不會出現第二個利君雅 他願意去倒上他的人生前途去問一條 是令到主席尷尬 或者令到畫面不好看的一個問題 因為能夠接觸到 可以近距離接觸到習主席的機會 普通人來說 有時候真的可以說一身人都沒有機會 例如好像我這些人 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和習主席合照一張的話 不誇張地說 我覺得這張照片可以讓我威風三代 就算我和我的孫子說 和我家人說 我都覺得自己是可以很威風的考狀元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對於記者的審查這麼嚴格呢 除了是保障習主席的人身安全之外 也都需要了解一下究竟那些記者 會不會去為這個典禮 會不會去為這個這麼莊嚴的儀式 去添煩添亂 即是記者問問題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要問的都要問一些恰當妥當的問題 就不可以說因為那些黃人口中的新聞自由 就在問一些古靈精怪的問題 或者是特意放了一些邏輯陷阱在裡面的問題 即是要你當刻你回答也是壞 你不回答也是壞 你怎麼回答也是壞的那些問題 我在這裡這樣說 不是說新聞自由不重要 新聞自由是重要 但也不可以因為新聞自由 而令到一個尊重的儀式去蒙上一個污點 正如如星期禮一個這麼尊重的儀式 正在舉行的時候 都不可以說因為我有人身自由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就突然之間在座位又唱又跳又叫去騷擾儀式的進行 和破壞了儀式的莊重感 總之一句到尾就是 不要去給人有機會令到這個儀式蒙上一些陰影 所以我是很認同警方去嚴格到這個地步 因為畢竟香港回歸每五年才有國家領導人下來一次 和香港的二十五年在香港的歷史就只有一次 希望報社就隱讓包容一下 大家都要互相諒解 好了 去到下一單新聞 將會過度至下屆政府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就說 當局正在研究假新聞的定義 又建議新聞界成立具公信力的團體 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中指出 假新聞隨時危害國家安全 舉例指出在2019年所湧現的大量假新聞 例如有報章說 海面有很多浮屍 有些人將這些消息聯繫到警隊身上 目的就是為了誤導市民 覺得警隊會殺人放火 從而令市民去憎恨政府和執法部門 行徑是危害國家安全有需要監管的 鄧局長也指 政府目前仍然在研究 以及如何立法 或者用行政的方法去規管假新聞 又認為定義是必須要釐清的 相信最簡單的界線就是 是不是有意圖去發佈自己也不相信是真 或者不理會真假 或者明知是假 而這個意圖是危害他人或者社會所發出來的訊息呢 特共長也認為 假新聞法無疑是妨礙了新聞自由的 批評過去有些人以媒體名義 濫用新聞自由 以假新聞危害香港和國家的安全 基本上我覺得鄧局長已經明示了 究竟未來政府對於傳媒的監管 有些什麼想法去做 其實對於未來記者行業 百分百一定會有考牌制度 會有發牌制度 相應 既然你有得發牌制度的話 都應該要去成立屬於記者 或者叫做傳媒人的工會 但這件事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護士其實都有他們的工會 叫做護協 但大家都知道 護協是黃到爆的 而他們之前的主席 也都是以前的立法會議員李國倫 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 大家就會知道 即使一個職業 他們有他們的工會也好 都可以是黃 甚至乎可以是心黃 即是好像之前的律師工會 大律師工會 在未重新改選 未重新投票 國安未去約當時大律師主席 去見面的時候 裡面還是污煙瘴氣 所以發牌制度 就不代表一定可以撥亂反正 然後現在根據鄧局長所說 很明顯是希望兩方面 一起雙管齊下去做 第一就是成立由政府所監管的發牌機制 第二就是他們都需要去建立他們的工會 這些工會除了在政治上的考量 和黃藍之外 其實成立一個政府認可具有公信力的工會 其實都是為這個行業的長遠發展 可以做一些鋪排力 亦都是說 例如可以去建設一些求職的空間 令到更多在行內的人方便找工 或者就是他們以工會的名義 可以接觸到更多不同的組織 甚至地方可以去開拓更多的工作機會 這些 除了政治以外 其實對於一個錢 對於這個行業 對於未來他們的商業價值 絕對是有能力可以提高的 關於這個未來的記者協會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以前的教協和教聯之間他們的模式 因為教協就是黃的 大家都知道 當時基本上教協就是獨大 教聯就是一個比較小的 也是沒有人管的組織 那時候的教協就包覽了很多會員 然後因為人數多 所以他們可以透過人數的人口紅利 可以做到賣東西很便宜 很多福利 去到現在 教協解散了之後 剩下的一些教師 就讓教聯的人負責去處理 而且教聯絕對是有很多信得過的正常人 畢竟鄧飛校長都是在這個組織裏面 但是現在的傳媒界 除了那個記者聯會 那個不知什麼會 之外 都好像沒怎麼聽過 有什麼正常人屬於傳媒的協會 真是聽都沒聽過 其實井仔不是說馬後炮 我在之前的影片 大概是一兩個月前的影片 同樣都是談及傳媒界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就說過 我已經是建議過建制派的人 是需要差不多在兩個月前 就應該要去建立定屬於自己的組織 等等局長 或者是政府類似的說話出來之後的話 老實說 你說協會那些其實是鬥快的 就是你鬥快 你早點去插了之旗 成立了這些組織 開始去吸納會員的話 到現在鄧局長開口說完的時候 你的組織準備好的話 你就很大機會成為一個政府所認可的組織 到時政府又認可你 你又做得比較快 開始有一點點規模的話 到時你很自然可以代表正常的代表 當然也是等著那個記協被政府收拾了 取代了它之後 到時我們正常人 就可以進一步有我們信得過的人 在傳媒界中作主 雖然這個提議建議 我在一兩個月前提過 我絕對是有影片可以證明的 但是究竟有沒有一些建制派的傳媒人士 有機會聽到甚至乎落實去做這件事呢 我自己就不太清楚了 還有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將來有正常人開裝之後 香港社會就沒有反對聲音 其實傳媒來說 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就是他們能夠有反對的聲音 但是不是什麼都反 例如說 現在香港房價是過高 假設兩年之後 原來香港的房價問題 土地供應問題沒有解決過 相反就是說 問題就更加惡化 樓價又再進一步 去到一個不可能負擔的水平的話 在這些時候 傳媒他們就要發聲 就要把一些社會不恰當 不公義錯的東西 說出來去罵 即是哪怕做錯事的 那個是李家超所選擇的官員 甚至乎是李家超政府本身也好 但是事實 即假設 將來真的有件事錯了 那就需要傳媒出來說 讓大家知道 那就去罵一下 去鞭策一下 傳媒作為第四拳 去監測這個社會 究竟有沒有什麼是走歪了 從而引導它走上一條正的路上 類似的這些反對聲音 其實社會是必須要的 但你說那些 又跟你說八幻女 又跟你說八三一 其實最終目的就是 想哄年輕人上街擲磚 又或者日日跟你說 美國怎麼好 美國超無敵 美國的水太好喝 我們美國真的太厲害 這些 就哄別人的假新聞 還有就是 呼籲外國去制裁香港這些聲音 全部都不能 還有我也認為 在七月一日之後 會多了一些報社主動 去揭露一些社會的不公義 說一個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 就是好像美華這件事 美華這件事 都是屬於社會的不光彩一面 因為也是揭露了 有人在經歷不公義 但是所謂的政府部門 甚至乎那些收政府錢的 那個什麼陳社工 簡直是圍府作窗的那個 那個什麼陳社工陳姑娘這些 這些事實來的 對社會觀感不好的 這些就是需要傳媒去揭露出來 就算這件事看上去是不好 是令到社會 用蒙上一點點污點都好 但是要報就是要報的了 也都不會說 將來由建制派 或者由正常人去擲莊的傳媒公會 永遠就日日在同大家說 說香港真的太斑了 香港怎樣怎樣好 我相信不會 因為總會有一些正常的反對聲音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聽到反對這兩個字 就覺得一定是負面 因為反對這件事 其實在香港還有一席之地 如果香港是接受不了任何的反對聲音 反對意見的話 其實立法會議員都不需要存在 所有議案直接通過就可以了 為什麼還要立法會議員去反對呢 就像何律師一樣 他自己都提出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最後就成為首屆立法會 是被人反對通過不了的議案 都是一樣的 總之將來只要不是反中亂講的聲音 只要是有探島價值 是有新聞價值在的話 就算不是讚美香港政府 我相信全部的聲音都可以繼續說出來 至於為什麼現在呢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 例如明報 或者其他的報章 他們很喜歡在那裡毛病生淫 就是說 哎呀好害怕 好害怕寫完社評之後 就說犯國安法 所以還是不要再說了 這個狀況是出現了的 但是其實是有辦法去干預的 因為現在是說香港有一幫潛在的搞事分子 他們很喜歡拖人落水 你看到一些 你不要管媒體正不正常 最重要 因為一間媒體不是只有一個人做事 裡面可以有幾十個的寫記者 或者是寫文的人 總會有些人是正常 有些人是沒有那麼正常的 當一些正常人去寫文章的時候 香港暗地裡的搞事分子 就很喜歡去曲解別人的報道 或者曲解別人的報章 就說這些肯定是黃人寫的 要去報國安 要令到他們坐牢 因為暫時對於假新聞法 就好像鄧局長所說 因為暫時還沒有一個明文規定 去告訴大家究竟什麼是犯法 處於一個暫時模糊的位置 大家不清楚的時候 正常人都會打保守牌 所以為什麼呢 暫時看下去就是 好像少了一些比較敢言 去踢爆社會不公的媒體 都是說這些需要多一點時間 香港政府 相信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當《假新聞法》出來了 真的不單止法律怎麼寫 甚至乎還要加強宣傳 透過一些例子去告訴大家 過往有什麼言論 聽下去好像是踩了一層 但原來實際上不是踩了一層 我不介意 甚至乎用萬字舉幾十 或者幾百個例子 去告訴大家 究竟什麼可以說 什麼不能說 只要這些規矩列得清清楚楚 大家就可以安然無讓 仔仔也可以繼續去拍片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剛才說的話 絕對不是打稻草人 舉一個真實的例子 就像屈穎儀那樣 屈小姐過往都寫了不少文章 去批評政府 批評某些官員 在這些時候 那些黃人就會高呼屈小姐萬歲 屈小姐簡直是我女神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說看完之後 就令到他們很討厭香港政府 就說她犯了國安法 甚至乎我聽說 也有些人聯絡了國安署的微信 就說屈穎儀 屈小姐她應該是反中亂說的 不過當然 大家明眼人 連我們普通人都知道 根本沒有這個可能的 但是總是有一班潛在的人 在玩東西 透過 明明國安法是用來按住那些黃人 但那些黃人他們就反過來 去利用國安法去嚇正常人 我剛才說的例子 因為屈小姐比較出名 所以大家知道她一定沒有事 但對於一些相對沒有那麼出名的人 一定會有些人 會被黃人嚇兩嚇之後 令到他們連說少少政府的不是 都不會去寫的 這件事 真的要等鄧局長努力去做事 不過 我會覺得假新文法的重要次序 可以排第一 有一樣東西排第一 那就是23條 希望鄧局長可以 N管齊下 一起努力 國安又要做事 23條又要順利通過 還有假新文法一些定義 宣傳 教育的問題 希望可以一次過做好它 另外 我自己也是有少少的思心 希望除了可以監管大家口中所說的傳統媒體之外 亦都需要監管Youtube 因為不說黃瓣藍的Youtuber 有些擺明是心黃的Youtuber 直到現在 每天都在說 中國快要倒閉了 中國下一秒玩完 這些資訊 我當然懂得分 我知道他們是為了錢 所以說這些話 但是有些人 是未必太過仔細 可以分得出 這些假新文 香港某些市民聽得多 又是壞腦 又是會對國家安全出現影響 所以我希望假新文法 就不單止涵蓋於普通的媒體 最好涵蓋Youtube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意見 大家有什麼想說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 好 是這樣 拜拜